前文在族的书节上一回 话说马春花叫那对妈仔扣个头给胡飞 多谢他一路保护的恩德 跟着马春花说 胡兄弟 我有件事想求你 不知道你能不能答应呢 大嫂 当日在商家堡 小弟被商保镇叫住来打 多得你出力答够 你的恩德 小弟永远都记在心里 前段时间在整个屋子 小弟帮你顶住那些贼 虽然是多管闲事 帮了个赌亡真是好笑 但是在小弟的心里面 总算是报答了你往日的一番恩德 今天如果早知道是你叫我来的 小弟就不会来的了 从今之后 我们贵贱有别 再没什么关系 唉 胡兄弟 我虽然不好 但我也不是个趋炎附世的人 所谓一见钟情 总是前生的冤孽 他越说声音越小 慢慢就倒下了个头 胡飞听他说到一见钟情 触动了自己的心事 那施留对他的那些不满 当堂就减轻了 他说 那你要我帮你做些什么事 其实福大帅还有什么事做不到的呢 你要来求我 我为这两个儿子来求你 请你收他们做徒弟 教他们一些武艺 哈哈哈哈 两位公子爷尊名富贵 又何必学什么武艺呢 强身健体都是好的嘛 正说到这些 忽然听见外面有个男人说 秦妹 现在还没睡吗 马春花听见面色有点变 他指一指门边一座屏风 胡飞立刻躲在屏风后面 这个时候 只听见咳咳咳的哼声 有个人走进来 马春花说 怎么你自己又不睡 不去陪下夫人 又走来这里做什么呀 那个人握住马春花的手说 皇上召见相以君暮 到现在才散 我今晚来迟了 你不怪我嘛 胡飞一听 就知道这个是福康安 我心想自己躲在这处 好尴尬的啊 他两个人谈情说外 自己想不听都不行的 何况目前的情勢 似乎自己是来和马春花优惠 如果被他发觉了 对马春花和自己都极不妥当 胡飞正说想想想走人 突然听见马春花说 康哥 我我跟你引见一个人啦 这个人你以前都见过的 不过怕你早就不记得他啦 胡兄弟 你出来见一下福大帅啦 没法子啦 胡飞就唯有走出来 对着福康安作了个言 福康安 你怎么都猜不到在屏风后面 竟然躲着个男人在这儿 他大启的惊 你 你 马春花笑着说 你这位兄弟姓胡 单名一个妃子 他虽然年纪轻轻的 但是武功却绝 你手下那些武士呀 没有一个夹得上他的 这次你派人接我来京师的时候 这位胡兄弟帮了我不少忙 所以我请了他来 你要重重囚借他才好啊 福康安听他说完 我心才定回 啊 那应该是囚借的 应该的 跟着福康安左手向胡飞一揮 你走啦 那几天我会传见你的 那些语气有点不高兴 如果不是看在马春花的份上 早就斥责他擅闯苦弟 见面不贵的无礼行为 胡飞鼓着整肚气转身就走 好 连马春花叫了他的声 胡兄弟都没理 我心想 无端端半夜三更走来受这番侮辱 真是不值 聂月在水角门在外面等 见到胡飞出来就伸了伸了一条理 说福大帅刚才进去 见不见到啊 马姑娘跟我引见了 说要福大帅囚借一下我啊 那就好了 有马姑娘一句说话 福大帅一定会另眼相看的 以后小弟追随胡大哥之后 真是最好不过啦 于是两个人又沿路出去 来到一个荷花池的旁边 来大门已经很近了 忽然间听着脚步声 有几个人快步追上来说 胡大爷请留步啊 胡飞不知什么事就站定在这儿 只见四名武官走过来 行先那个人捅住一个锦盒 那个人说 马姑娘有几件礼物送给胡大爷的 请你收下 胡飞只是整肚气他说 小人无功不受禄 不敢收啊 马姑娘一番诚意 胡大爷不必客气 麻烦你转告马姑娘 你就说她的隆情厚意 姓胡的心灵了 港元转身又行 那个武官追着上去 好焦急地说 胡大爷 你如果不收 马姑娘一定会怪小人的 聂大哥 你不过去劝一下胡大爷 我实在是奉命差遣 聂悦接过了个锦盒 觉得这个盒很重下的 想着里面必定是贵重的东西 那个武官裴笑说 請胡大爷打开来看看 就是只收一件 小人都感恩不浅 聂悦说 胡大哥 这位兄弟说的也是实情 如果马姑娘真的怪责起来 这位兄弟的前程就没有了 你不就随便收一件 等她有个交代也好 胡飞想 好了 给你面子 我就收她一件 拿回去周制穷人也好 于是就掀到盒盖去看看 这盒里面 用一封红丑包着四四 方方有个东西 红丑四个角摺起来 打了两个裂 胡飞皱起眉头说 是什么来的 那位武官说 小人不知道 胡飞想 你这件礼物 不知道是不是整个的呢 那便要解红丑那个裂了 刚刚解开了个裂 突然间盒盖一旦 啪一声 盒盖猛地合起来 将她的双手夹到实实 哇 杀时间痛入不 连手盘都几乎断 原来这个盒 是用钢做的 里面暗藏极之精巧 极之强力的机关 外面用感短包着 所以看不出 这个盒盒一合起来 这些盒越收越紧 胡飞连黄运气落手盘说 他顶着 如果他的内力稍为差一点一点 怕他双手盘已经断了都似 就算他这么聪明都好 现在他一口气都不能松懈 四个武官见他中了计 马上拔出匕首 两前两后顶着他前胸后背 聂羽都吓得傻了 你做什么 那带头的武官说 福大帅有令 竹拿雕徒飞 聂羽说 胡大爷 马姑娘请回来的人客 怎能够这样对待呢 聂大哥 你问福大帅 我们当差又怎知道这么多 聂羽说 胡大哥你放心 一定是有误会的 我立刻去报给马姑娘知道 他一定能够想法子救你的 那个武官渴他说 其次 福大帅物令 不准泄漏风声给马姑娘知道 你有几多个人头啊 聂羽满头大汗不敢动了 那个武官将匕首轻轻向前 握刀尖刀穿胡飞件衫 刺到肉了 快走啊 那个钢盒呢 是西洋考手像人制造 里头的弹簧机关是极之霸道 上下盒边的錦短一裂开 就露出锋利的刀口 原来盒盖的两边啊 竟然是两把利刀来啊 聂羽见到胡飞手盘上面鲜血溜流 都就快伤到根骨 他想 胡大哥就算犯了尼天大罪 也不能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来对付 他对胡飞呢 一直都很敬仰 现在看到胡飞这么惨 又因为盒子是自己交给胡飞的 无意之中就害了他 心非常惭愧 突然间一伸手拿着钢盒 手指插入盒盖他的垃圾 抬起来的盒盒盒 胡飞双手当堂自由 就在这个时候 那个围守的武官 有一匕首刺过去 聂羽的武功本来比这个人好多 但现在双手还在盒盒盒 就避不到 啊啊啊啊啊 一声惨叫 就被匕首刺入胸口 当堂就死了 就在这个闪见那么快的一瞬之间 胡飞吐了一口气 前胸后背就即时缩入了几寸 啪声飞身跳起 在这个时候三把匕首 咪下来了 两把就插不到 另外一把就在他右脚上面 轻轻劣了一下 胡飞双脚齐飞 在这个时候 成名教官 没有人情讲了 右脚尖向前踢 左脚爪就向后撞 当堂将两名武官踢死 不让胡飞下落地 一照荆窝献土 对着胡飞小枫就出力刺过去 胡飞左脚由后面翻上 摸一下 硬着他的胸口 那个武官乒乒乓一声 就跌入了河花池里面 十几条肋骨一齐断了 看来都是有死无生的了 另外一名武官 见到不对路 哎呀一声 掉头就走 胡飞飞伸过去 握住他的脚 一掌就要击到他的头壳頂上 月光之下 只见他那种恐惧的表情 哎呀心长一远 即时收一手不杀他 将他拉到架山后面 喝他说 復抗安慰什么事要捉我 小人 不知道啊 真是真是不知道啊 现在他在哪儿啊 福大帅在马姑娘的屋出来 吩咐了我们 又回到里面了 胡飞点了他的雅月 给你一条命 听下如果有人问起 你就说这个姓聂的也是我杀的 如果你走漏消息 去我家里的人有什么风吹草动 我将你全家杀得干干净净 那武官说不出说话 一尾满地闹头 胡飞抱起聂月的尸体 收到在架山里面 跪下拜了四拜 将其余两具尸体 踢进草堆 然后呢在衣襟撕了一块出来 包好手腕的伤口 脚上的刀箱就不是厉害 就不理他了 这阵时 胡飞真的生气到火热热热 撿起一把匕首就去马春花那间水角 胡飞知道福康安府里面的卫士必定很多 所以他非常之小心 在大树、假山、花虫之后 看清楚前面却没有人 才躲躲闪闪地走 当他走近水角的桥边 只见前面打着两眼灯笼 百名卫士保护着福康安走近来 胡飞中的身一缩 还躲在一块大石后面 只听见福康安说 你审问那个姓胡的雕徒 长长细细问清楚他和马姑娘是怎么认识的 是什么交情 半夜三更来我家做什么 这件事不准泄露半点风声 审问明白了 就立刻来报我听 这个雕徒呢 嗯 今晚就杀了他 这件事以后就不要再提了 他后面那个人认他 小人知道了 知道了 如果是马姑娘问起 就说我送了三千两银给他 叫他翻车了 知道了 胡飞越听就越生气 我心想 原来福康安只不过是疑心 我和马姑娘有什么事情 竟然这样就下毒手 还要害了聂越那条命 胡飞怒怒怒 到底他还不敢贸贸然出手行刺福康安 意思是就扑在大蛇后面 等他和万少楼 85 和那堆滴舍 plane 那一个接受命令 考问胡飞这个人 他口有哼哼哼哩哩唱过小曲 快哼哼哩走过来 刚刚走到大石旁边 胡飞吹一声伸手 在他的小眼睹一下 那个人都没看清楚 敌人是谁 伸得软 就惯下 胡飞坐在他两面脚额 点了月道 然后快步向着福康安跟着过去 远远听见他说 到半夜三更了 老太太还叫我去 有什么事呢 现在谁陪着他老人家 有个侍从说 公主今天入宫 回府之后一直跟老太太在一起 福康安不敢认了声就不出声 胡飞跟着他左转右转 见他入了一间松树环绕的屋 那帮侍从就远远的屋外面等 胡飞一兜 兜了屋后面 捐过树松 只见北边窗口有灯光透出来 他静静走到窗口旁边 见到窗口是用绿色细衫押着的 他就轻轻地咬了一枝松枝 挡住在自己面前 然后隔着那些松枝 在一个沙窗装进去看看 里面是一间厅 当中有两个三十多岁的贵妇人坐在树 下手边坐着一个六十多岁的白依婆 白依婆的左边 又有两个女人坐在树 五个女人都是满身零罗绸缎 珠光宝气 福康安入队 他首先屈达着中间的两个贵妇人请安 再向白依婆请安 叫了声 妈 另外两个女人见他进来 一早就站起身了 原来福康安的父亲 叫做傅行 是当今乾隆皇帝的老婆孝延皇后的亲弟 傅行的老婆是满洲出了名的美人 有一次入宫朝建的时候被乾隆看中了 两个人有一个私情 生出来的儿子就是福康安 傅行由于家姐老婆和儿子这三重关系 极得乾隆的宠爱 出仗入相 总共做了二十三年的太平宰相 这阵时已经死了 傅行有四个儿子 大儿子福安宁 封为多罗厄父 曾经跟随少尉出征回疆有功 升了做正白旗满洲副都统 就已经死了 第二儿子福隆安 封为和石厄父 做过兵部尚书和公部尚书 封为公长 第三儿子就福康安 他两个大佬都做驸马 他是最得乾隆的宠爱的 反而没娶一个公主 不知道内情的人就觉得很奇怪 其实他是乾隆的亲骨育 又怎么能够再做乾隆皇的女婿呢 这阵时他做兵部尚书 总管内务府大臣 加太子太保咸 附行的第四儿子福长安 就做户部尚书 后来就封到喉着 当时满门富贵极品 朝廷之上就没有过及得他们的 在当中坐享树的贵妇人呢 就是福康安那两个大嫂二嫂 都是公主来 二嫂和家公主就很会讲说话的 很会摸人心水 是乾隆的第四女 自小就好得乾隆的宠爱 每隔没几多日呢 乾隆就要召她入宫 陪她聊天解门的 她和福康安实际上算是兄妹 名分是君臣 所以福康安见到她呢 亦需要请安行礼 其余那两个女人呢 一个是福康安的老婆海兰氏 一个是她弟妇 福长安的老婆 福康安在西边将椅坐落 她说 两位公主和妈妈这么晚了 为什么还不休息呢 老夫人说 两位公主听说你幼儿子 欢喜到不得了 急着想见一下 福康安望了海兰氏一眼 微微一笑她说 那女子是个汉人 还没学会礼仪 所以就不敢叫她来 叩见公主和妈妈了 和家公主说 汉老三看中了的 会叉得她哪儿啊 我们也不想见那个女子 你快点叫人带那两个儿子来看看 父王说 过几日叫嫂子带她们入宫朝见 不得了 福康安的心很高兴 想着这两个奋装欲穿的 弟弟那儿 皇上见着 必定会很喜欢的 于是叫丫鬟出去吩咐是从 立刻抱两位小公子来 和家公主又说 今日我入宫 母后说 康老三做事鬼鬼祟祟, 在外面生下了孩子幾年了, 都不會找回來, 把大家門到殺死, 因著父王剝你屁股呀! 福康安笑著說, 你兩個兒子的事, 我一直到上個月才知道的, 聊了一會兒, 兩個奶媽抱了那對媽媽入來了, 福康安叫他兄弟, 向公主、老太太、太太和嬸嬸叩頭, 兩個小孩真是乖, 雖然垂眼聲鬆, 還很聽話地行禮, 那些人見這對小孩的樣子, 竟然一點都沒有分別, 一樣的圓圓口臉, 微青木獸, 和家公主拍著手笑著說, 康老三, 你對媽媽跟你, 真是一個餅人印出來, 你想賴像不認都不行呀! 海蘭氏對這件事, 本來的心就很不高興, 但是見到這對媽媽生得這麼可愛, 忍不住, 抱著在身邊來, 疼他們幾淡, 老夫人和公主, 當然各有見面禮, 兩個奶媽扶著那對媽媽, 一味叩頭多謝, 這兩位公主和大家聊了一輪, 就走了, 老夫人和福康安, 帶上那對媽媽送公主出門口, 回過來又坐下, 老夫人叫個丫鬟說, 你跟那個馬姑娘說, 老太太很喜歡這對媽媽, 今晚就留他們陪老太太睡, 叫馬姑娘不用等他們兩兄弟了, 那個丫鬟說, 那認了一聲, 老夫人又拉開桌櫃桶, 拿了一個箱, 換了寶石的金壺出來, 放在桌上, 還有呀, 拿這壺心湯去賞給馬姑娘, 說老太太一定會好好看待她兩個兒子的, 叫她放心啦, 當時福康安只是拿著一杯茶, 一聽這句說話, 臉色都變了, 雙手一震, 倒捨了那些茶, 整了一片牆舖, 傻了那拿著茶杯都不會說話了, 自然那個丫鬟捧著金壺, 放在一個金漆蹄腩裡面, 挽著就走出去, 這個時候兩個弟弟都累了, 眼睡了, 一尾叫, 媽媽, 媽媽, 要媽媽, 老夫人說, 乖, 不要吵, 乖乖的, 跟著媽媽, 媽媽給堂堂高高你們吃, 兩個小孩哭了, 不要堂堂, 不要高高, 不要媽媽, 我要媽媽, 老夫人刻起臉, 挖著手, 叫大媽媽把兩個小孩帶走, 又打了個眼色, 那群丫鬟也走出去, 那群丫鬟也走出去, 那間廳裡面呢, 就只剩下福康安兩兒子, 過了很久, 兩兒子始終沒有說半句說話, 老夫人看著兒子, 福康安就看著遞書, 不敢跟母親的眼光接觸, 又過了很久, 福康安搶牆地嘆口氣, 唉, 媽媽, 你為什麼不用得下去呢? 那還要問嗎? 這個女子是個漢人, 本來就不是跟我們一條心的, 何況又是標局出身, 洗刀無槍, 一身無功。 我們府內有兩位公主, 又怎能跟這樣的人住在一起呢? 十年前, 皇上遇到這麼大危險, 也是為了一個異族的美女, 難道你不記得了嗎? 留這種毒蛇的女子在身邊, 我們真是寢食不安的。 媽媽的說話當然沒錯了, 鞋兒初時也沒想過要接她入府的, 不過派人去看看, 送些錢給她, 怎知她竟然生下兩個兒子, 這些是鞋兒的親骨肉, 那又不同了。 沒錯, 你都快四十了, 還未有兒女, 有這兩個弟弟哥, 那當然好啦, 我們好好地撫養兩個弟弟哥, 長大成人, 日後他們豐厚雜雀, 一生榮華富貴, 那他們的母親也可以安心啦。 呃, 鞋兒的意思是, 是將那個女子送到邊緣偏僻的地方, 從此之後不再見面就算了, 想不到母親你, 枉你身居高官, 連這些事情的利害關係都沒想到, 她的親生兒子在我們家裡來, 她怎麼會說這麼安分, 不搞事呢? 那種江湖女子, 霸心一橫, 就什麼事都做得出來的。 是的, 你叫人將她好好地安葬, 那也算盡了一番心事, 就是了嘛。 媽媽說得對, 各位, 肉之後事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 是, 前文在族的書説上一回, 話說胡飛在窗外偷聽福康安兩母子講話, 越聽就越覺心驚, 初時都還不明白他們兩仔哪說話的意思。 等聽到好好地安葬, 嘩, 當堂驚到打個冷陣, 即時決定她說給馬春花聽, 留夜救她離開這個苦悅龍潭。 於是, 胡飛靜靜地走出去, 順著沿路走去水角, 幸好一路都沒有人, 先頭殺死和點倒的衛士, 還未被人發覺。 胡飛的心非常焦急, 但又憔悴。 馬姑娘對福康安一見鍾情, 她倆久別重逢, 只是親熱的時候, 怎麼肯聽我這番話, 就逃跑離開這處呢? 怎麼才能說得到她, 才能讓她相信呢? 她急急地走, 都還未能想妥, 就已經來到水角前面, 又見到門外多了四名警衛, 她想, 哼, 他們已經怕人看實, 怕她逃走。 胡飛靜靜地走到水角後面, 飛身一跳, 跳過水角外面那一堂水。 只見水角裡面燈火還未熄, 是搶那一裝進去, 哎呀, 當堂傻了。 只見馬春花躺在地上, 披頭散發, 抱著肚子猛那麼點, 猛那麼身淫, 服侍她的丫鬟洗碼, 沒有過在那裡。 糟了, 到底還是來此一步? 胡飛急忙推槍進去, 披頭的身體下, 只見馬春花猛那麼喘氣, 臉色鐵青, 雙眼通紅, 好像有血滴出來那樣。 馬春花見到胡飛就說, 我, 我, 我肚好痛啊, 胡兄弟, 你, 你, 說到你字就說不出了, 胡飛就問他, 剛才你吃過些什麼呀? 馬春花看著茶幾上面一個箱滿寶石的金壺, 都不出聲, 胡飛認得這個金壺, 是先頭福康安的母親, 裝了心湯, 叫蛙環送來給馬春花喝, 他想, 你這個白野婆心真是狠毒, 他要害死馬姑娘, 又要留下兩個小孩, 所以叫小孩先去, 然後再送心湯來, 如果不是, 馬姑娘見到心湯, 知道是很滋寶的東西, 一定會給兩個兒子喝幾口的, 這樣就連兩個小孩都會死了, 唉, 福康安一見送心湯, 面色當堂變了, 連茶都打捨了, 他當時顯然已經知道心湯裡面放了毒, 居然不想法子阻止, 時候又不來救, 哼, 他雖然不是親手放毒, 只跟親手放毒是一樣的, 真毒辣啊他們的心腸, 馬春花出著來掙扎著說, 你, 你, 你快點去告訴, 告訴福大歲聽, 請, 請醫生, 來, 來看一下, 胡飛想, 還要福大歲請醫生, 即是請個艷羅王回來給你看, 現在只有叫二妹切法救你, 於是拿起一塊耳皮, 將裝心湯的金壺包住塞在懷裡面, 聽一聽水閣外面沒有什麼動靜了, 就抱起馬春花, 輕輕在窗口跳出去, 馬春花吃了驚, 你, 胡兄弟, 你, 胡飛連忙掩著他的嘴, 不要出聲, 我帶你去看醫生, 我的兒子, 胡飛沒有時間跟他說那麼多了, 抱著他飛身跳過池塘, 正是要找路踢出去, 忽然間聽到後面蹬蹬蹬, 有兩個人追著來, 喝了聲說, 誰, 胡飛向前急跑, 那兩個人亦跟著急追, 走走一下, 胡飛突然間收著腳步, 那兩個人沒有想到他會忽然間停步的, 一衝就過了頭, 胡飛啪聲跳起來雙腳齊飛, 兩隻腳尖同時分別踢他兩個人的背心神唐穴, 那兩個人嗚都沒有嗚的聲音, 啪啪的踏低, 看看這兩個人身上的服裝, 正是在水角外面守衛的衛士來, 胡飛想, 反正被人發覺了, 就無謂閃閃縮縮了, 於是向著門口方向直衝出去, 只聽見到處都有人喊, 有刺客啊, 有刺客啊, 他進來的時候沿路都流心, 認清那條路的了, 於是仍然順著那條鵝春石鋪的花徑, 一直走到後門, 從墳場跳出去, 只見那輛馬車仍然在等著, 他把馬春花放進車裡面, 叫車夫洗車回去, 那個車夫呢, 已經聽到裡面嗚嗚聲吵, 他見到胡飛神色緊張, 就想問清楚先, 胡飛啪一掌, 把車夫打到地, 就在這個時候, 裡面已經有四五個衛士追到出來, 胡飛拿起僵繩, 一聲,趕車就走, 幾名衛士追到十幾仗追不到, 就猛叫,帶馬,帶馬, 胡飛吹馬, 胡飛吹馬飛奔, 走了李己路, 就聽見紀律國了, 二十幾騎馬, 先後追緊來, 追兵騎的都是好馬, 越追就越近, 胡飛心急了, 這個是天子腳底下的京城不同帝書, 在內些就有巡城的兵馬出動來圍捕的了, 就算我能夠脫身, 馬姑娘又怎麼夠呢? 突然間, 胡飛發現初時馬春花還會捱捱聲聲吟的, 現在沒有了聲氣了, 他就問, 馬姑娘, 你肚痛好一點了嗎? 連戲問了幾聲, 馬春花也沒有回音, 回頭一看, 追兵拿著火把, 又追近了些, 突然, 噓噓噓噓噓, 有人扔了梅飛黃石過來, 要打他的後心, 胡飛左手的兜就接著回手扔回去, 自聽見有個人, 哎呀, 這樣叫了聲, 踏了落馬, 先頭又急過頭, 胡飛又掛著逃跑, 甚麼都不記得了, 這一下就把胡飛提醒了, 最好就是發暗起來退追兵, 不過身邊又沒有帶暗起, 追兵又脆了一些, 又不再发暗气泥了,你没得接了,怎么办呢? 他想,回到孙武门外那条路还那么远,半夜三更,一群人马大呼小叫,实惊动官兵的。 情急至生,忽然想起那个金虎,突发了,他隔着耳砕,用手出来捏几下,金虎上面伤着那些宝石脱了几粒。 他拿起那些宝石,在火把照耀之下看得清清楚楚,右手连样几样,那些宝石一粒粒飞出去,八粒宝石打中了五名卫士。 那些宝石虽然是小粒,但是胡飞手径很大,打中他们的臉,捅得非常,这样一来,那些卫士就不敢追得太迫近。 胡飞松了一口气,用手探一探马春花的呼吸,幸好还有气,只听见他伸淫了声, 他的臉就冷冰冰,眼见离开孙武门外的住宅不是太远,就连气飞起马边,吹就马快走,走到一条三叉路。 住宝石本来在东边,他们将马车赶到西边,转了个弯,急连气飞起马春花,飞飞飞连气边就马几边,飞身离开车一条,就上了路边一间屋的屋顶。 见过马车向着西边一直去,那帮卫士在后面就猛追了,胡飞等着卫士走远了,然后才由屋顶过屋顶,就回到自己那间住宅。 刚刚跳过围场,就听见晴灵素说,大哥,你回来了,有人追你吗? 胡飞说,马姑娘中了很厉害的毒,快点给她看看吧,她抱着马春花,抢先走入大厅。 晴灵素点起蜡烛,见马春花的臉灰扑扑,没了血色,再捏一捏她的手指,见她凹了下去,都弹不起。 她就轻轻拧拧头,又问胡飞说,种了什么毒啊? 胡飞在怀里面拿出金壶出来说,在心汤里面落了毒药,这个是装心汤的糊粒。 晴灵素揭开壶盖,闻了一下,她就说,好厉害啊,是鹤顶红啊。 胡飞问,还有没有救救啊? 晴灵素没有回答,探了一下马春花的心跳,她说, 如果不是大富大贵的人家,都不会有这么珍贵的金壶啊。 没错,放毒是宰上夫人兵部尚书的老母。 哇,那在我们这一行,竟然出了一位这么高贵的人物啊。 胡飞见她不动声息,似乎马春花中的毒虽然是心啊,都还有得救。 那心呢,就稍微觉得没那么紧张。 晴灵素又翻开马春花的眼皮,看了一下,突然又,啊,那叫了一声。 胡飞连忙问她什么事了? 晴灵素说,心汤里面除了鹤顶红,还有番目别。 胡飞连忙说,胡飞就不敢问,还有没有得救了,她就问,怎么救了? 两样毒药夹工,很免费事的。 晴灵素港元行入房,在药箱里面拿了两粒白色的药丸出来,被马春花吃了。 她说,要找一间清净的密室,用金针刺绝十三处月位,解药就由月位送入身体里面。 如果能够马上用针,一定可以救得回。 不过十二个时辰之内不能够动她的。 这样啊? 福康安的卫视很快就会找到来了,不能够在这里用针。 我们要去乡口找到僻静的地方才行。 那就要快点起程啦,那两粒药丸,只能够延长她一个时辰命的。 唉,我这位同行宰相夫人的心肠虽然狠毒, 不过放毒的手段就太低了。 这两样毒药拌起来用,又混在心汤里面, 毒性发作就慢咯。 如果只是用一样啊, 马姑娘这阵时还哪里有命啊? 胡飞一边匆匆忙忙执拾行李一边说, 今天在世间上, 还有谁能比我们要约王姑娘的神技啊? 情灵素微微一笑,正是想回答。 忽然听见马蹄声柔软而近, 而且来到家屋外面。 胡飞拔出单刀说, 没有法子啦,为了杀他一场戏啦。 情灵素说, 在京师里面, 不要硬来啊, 大哥, 你将台椅垂高他, 搭个高台啦。 胡飞不明白他有什么用意啊, 但是情勢急逼, 都不问啦, 于是听完他话, 将台椅都垂起来。 情灵素指着窗外那棵大树说, 你带马姑娘上去棵树呢? 胡飞拆好刀, 抱着马春花去到棵树下面, 飞身跳上去, 将马春花就藏在枝叶掩影的阴暗的地方。 过了一阵间, 听脚步声, 有几名卫士跳墙进来, 渐渐走近, 又听见那个姓传的管家出去查问, 听见那卫士大声地呼喊, 情灵素吹息原来那支烛火, 另外拿出一支蜡烛, 点着了插在烛台上面, 关上窗, 然后走出间房, 掩好门, 在地下执了一块石头, 跳上棵树坐在胡飞身边, 胡飞低声说, 总共有17个, 情灵素说, 约力够用的, 这阵时听见那卫士四围搜查, 其中有个人的口音, 听出来恩重祥了, 那帮卫士都很害怕胡飞, 又以为原子仪在这里来, 所以就不敢到处乱撞, 也不敢单身行, 只是三个一群, 四个一队这样搜查, 情灵素将石头递给胡飞, 小小声说, 将那些台椅打下来, 哎呀, 好事妙计啊, 胡飞手一样, 石头就飞进去, 打正中间那张台上面, 那位由台椅垂成的高台, 当当病病病病病, 倒下来, 那位卫士听到大喊, 在这里啊, 在这里啊, 那位卫士似人多, 争先恐后这样涌入厅, 现在那些台椅乱七八糟, 好像有人曾经激烈打斗过那样, 但是半个人影都不见, 这位卫士正是莫名其妙, 突然间我头一晃, 站都站不晃, 一个一个, 力拍了, 踏低了在地, 胡飞说, 七森海棠又立其功啊, 情灵素快步行入大厅, 吹逝之七森海棠立了屋, 收回到怀内, 对于胡飞摇入手说, 快点行啊, 胡飞背起马春花, 跳墙出去, 那就是走了一条巷就叫苦了, 原来前面街头啊, 灯笼火把光残残, 照到好像日头那样, 有一对官兵正在那里巡查着, 胡飞连忙屈路向着南边行, 行了不到半里, 又见一对官兵迎面巡过来, 他想, 福大瑞夫有刺客的事, 看来已经传遍了京城, 这个时候官兵到处那样巡查, 想出去家外偏僻的地方很难的, 正在想着, 又听见背后人声圈蛙, 又有一对官兵巡过来, 胡飞见到前后都有敌人, 没有地方可以退的了, 就向情灵素打个手势, 飞身跳过墙头, 进去路边的一间大屋, 情灵素跟着跳进去, 落脚的地方极之柔软, 原来是一片草地来, 只见眼前灯火明亮, 人头涌涌, 两个人都吃了惊, 唉, 猜不到这处也有官兵, 这时候, 听见场外脚步声插插插插插, 两对官兵聚集在一起, 这样的形势是怎么都不能再跳出去的了, 四围一望, 只见左手边有座假山, 假山之前花蟲遮掩, 胡飞背着马春花快步冲过去, 在假山后面一下就躲起, 谁知道突然间假山后面有个人啪声站起身, 白帮闪动, 一把匕首对着胸口就刺过来了, 哇, 胡飞怎么都猜不到, 在假山后面竟然还有敌人埋伏, 实际无诚地突然袭击, 创促之间, 唯有掉下背着马春花, 用左手的敌人手肘下面一躲, 右手一拳就打过去, 谁知道这个人的功夫, 竟然是十分使得, 仇赠叔叔, 匕首打横就刺过来了, 左手用琴拿手法, 反够胡飞的手腕, 化解了胡飞这拳, 最奇的呢, 这个人是用一块黄薄包着一块面, 始终一言不法, 胡飞想, 你不出声就对了, 事关听见官兵就在场外, 这个人只要叫一声, 就闭闭没那么闭, 他们两个人近身欲搏, 各私杀手, 胡飞看出他的武功呢, 是长拳一路, 出招又狠又猛, 武功造艺呢, 拍得住秦来之, 周铁潮这些一流人物, 何况他手上还有兵器呢, 就更占便宜了, 一直拆到第九招的时候, 胡飞才有机会逼近他, 一手指点了他的胸口的溝尾穴, 那个人是极之飙汗的, 虽然穴道被胡飞点中, 仍然飞起右脚来踢, 胡飞又点了他脚上的中刀穴, 那他才踏在地上, 没得移动, 晴灵素拍拍胡飞的肩头, 向着有灯光那树指一指, 低声说, 好像在那儿做戏吧, 胡飞担高头望下, 只见空旷的地方, 搭了一个很大的戏台, 台下面一排排坐满了人, 灯火辉煌, 不过台上的戏子还没出场, 各位, 当时正是乾隆鼎盛的时期, 北京城内的官患人家, 有什么喜庆宴会, 往往都连起做几日戏, 通宵达弹, 所以不奇怪, 见到是做戏, 不是官兵, 胡飞就吐了一口气, 心情就松了一点, 他手拉开那个汉子包着面的黄布, 隐隐约欲, 就见到这个人面目粗豪, 大概是四十几岁, 就跟程宁嫂说, 这个人是趁着人家有喜事, 就走来偷鸡摸狗, 所以他一声都不敢出, 程宁嫂碗入口说, 怕不是个小偷啊, 胡飞说, 在京师里面, 连贼仔都这么厉害的, 他的口是这么说, 心觉得很奇怪, 看这个人的身手, 缺不是个平常鼠魔小偷来, 他如果不是全心来作一件大案, 就会来尋售杀人的了, 整定他运劲啦, 无意中被我捉住, 程宁嫂小声说, 我们不如就在这些大户人家里面, 找一间柴房啊, 或者角楼没人到的, 躲在十二个时辰吧, 我看役纸又这样了, 外面查得这么紧, 怎么能出去才行呢, 就在这个时候, 气台上面门脸一掀, 有个人走出来, 这个人穿着一件平平常常的割纱长衫, 亦没有化妆, 他走过来台口站定, 抱拳行礼大声地说, 各位师伯师叔, 师兄弟姐妹, 胡非听他说话声音洪亮, 那些神情似乎不是做戏的, 接着听见他说, 现在就来天方, 转眼又是一日了, 再过三日, 就是天下掌援人大会的会期, 不过我们西岳华权们, 直到此时此刻, 仍然未曾推举出掌援人来, 这件事实际不能再拖延下去了, 究竟应该怎样做, 请各支派的前辈们指示呢, 说话一圆, 在台下人堆里面, 有个新村黑色马垮的老人站起身, 咳了几声, 他说, 华权四十八, 华权四十八, 但是一帮师兄弟, 总是各有各的门户之见, 这个说我是魏智派的, 那个说我是城市派的, 但是从来都不说, 我是西岳华权门的, 但是呢, 其他派的人, 就从来都不理你是魏智派, 还是城市派, 总是当我们是西岳华权门的门下, 我们这门人数更多, 由老祖宗手上传下来的功夫, 也确实是使得, 不过为什么远远不及少林, 武当, 太极, 八卦这些门派的名声这么响呢, 说来说去, 当然我们分成五个支派, 哎, 力分则弱, 还有什么好说呢, 如果不是福大帅召开这个天下掌门人大会, 我们西岳华权门, 都不知道要到哪一年, 從哪一月才有掌門人出來 幸好有這件勝舉 總算將這位掌門人逼出來 我老紐今天要講一句話 我們推舉這位掌門人 不但要他去到大會那裡 和西岳華權門爭光 還要他將本門好好整頓一番 從此之後 吾至貴宗 大家齊心合力 使得華權門在武林之內 顯一顯威風 爭一口氣 講完台下的人齊聲喝彩 還有很多人匹匹啪啪鼓起獎 胡編想 哦,原來不是演戲的 是西岳華權門在這裡聚會 他四處看著 想找一個隱蔽的地方 但是各處通道都有燈火照耀 在原來聚集這班人總共有二百多人 只要一走出去 一定會被人發現 胡編唯有一尾 看他們快點推舉了掌門人出來 早早收場散檔 只聽見台上那個人說 蔡師伯的說話 句句都是金石良言 萬輩鐵為魏智派之獎 膽敢代本派的全體師兄弟說一句 等待 推舉了掌門人出來之後 我們魏智派全心全意 聽從掌門人的說話 他老人家說什麼就是什麼 魏智派決無異議 不知 台上這個人一說完 台下馬上有一個人高聲大叫 好 聲音拖到搶牆 就好像台上的人唱了一句好戲 台下的觀眾叫好一樣 不過這一聲好裡面 那種嘲笑的味道 也是非常明顯的 台上那個人微微一笑話 其他各派怎麼說 各位 肉之後事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 前文在族的書接上一回 話說華權門各支派弟子聚會 要推舉總掌門人 大家都紛紛表示本支派的態度 只見台下有個人站起來 這個就說 我們成字派決不敢違背掌門人的說話 那個就說 他老人家吩咐什麼 我們行字派一定招辦 這個就說 天字派遵從號令 天字派遵從號令 不敢違背 那個就說 因為天字派不是那些小弟 何個大頭 他弟弟跟著就是了 台上那個人說 好 郭之派齊心一致 最好不過 現在郭之派的支掌 各位前辈师伯师叔都已经到齐 只有天字派基斯伯没来 他老人家带了信来 说派他领朗基师兄附会 但是等到现在 基师兄还是未到 这位师兄为人素来都是神出鬼没 说不定这一阵已经到了都未定 也不知道他躲在什么地方 说到这一处台上台下都一起笑起上来 胡飞颇上那个汉子的耳边低声问他 你姓姬是不是 那个汉子眼睁头 心是莫名其妙 都不知道这一男二女是什么怒恕 又听见台上那个人说 基师兄一个人未到 我们足足等他一日凌半晚 也总算对得住他 日后基师伯也不能怪责我们了 现在 就要请各位前辈师伯师叔指教一下 本门这位掌门人应该怎样推举他呢 那些人等了整晚 都是为了要看这出推举掌门人的好戏 听到这出大家的兴高采烈 台下的人也不知道 照次序抢着这么喊 当然要教量武艺啦 谁都不服谁 不看权国气械 那看什么呀 震道震唱打到人人心服 自不然是掌门人了嘛 那个姓赛的老人站起身 咳嗽了一声就高声地说了 咳嗽 本来呢 掌门人就要看他品德 就不是看他的功夫 年轻小子 武艺硬高明啊 也不能够越过德高望重的前辈的 咳嗽 咳嗽 不过这一次啊 情形就不同了 在天下掌门人大会之中 那既然是英雄聚会 自不然要觉显神通啦 我们西岳华权门啊 如果推举了一个老坑出去 人家能不能够喝一句彩 就赞一句话 好嘢啊 华权门的老坑啊 特高望重 老而不死啊 那呢 大家听到 哈哈大笑 那个姓赛的老人大声说 华权四十八 魏城行天崖 不过几百年来 华权门这四十八路拳脚器械 都没个人能够说得是路路精通 今天的事 哪一位武艺最高强的 那哪一位就执掌本门 大家刚刚喝了声彩 忽然后门那里 有人雷鼓地敲起门上来 那些人都打过凸 有人就说 实是基斯兴道了 那有人就开门了 哇 灯笼火把 照到光如白昼 一对官兵 呼声涌入来 胡飞右手按住刀柄 左手握住情灵素的手 两个人望着笑一笑 虽然危险当前 两个人反而更加心意相通 但是当他们互相再望一眼的时候 情灵素忽然低头 原来此时此刻 他忽然想到了袁子依 我和大哥一起死在这树 不知道袁姑娘会怎样呢 他的心明不知 胡飞此时此刻 也一定会想到袁子依的 没错 胡飞也是这样想 我和二妹一起死在这树 不知道袁姑娘会怎样呢 领队那个官长走到人群之中 查问了几句 听说是西岳华权门在推举掌门人 那个官长的态度 即时变得十分客气 不过呢 还举起灯笼 看清楚国人的样子 又在花园前后左右巡查 胡飞和程令素 缩在假山里面 看着灯笼渐渐渐照过来 我心想 不知道这个武官的运气怎样了 如果他将灯笼来照下假山 没得好说 就请他兜头牙一刀 正在这个时候 忽然听见台上那个人说 哪一位武功最高 哪一位就执掌本门 这个说话 谁都听见了 各位师伯师叔 师兄姐妹 请你们上台来演一下拙艺 他这个说话刚刚讲完 大家眼前一亮 有一个新村淡红衣服的少妇跳上台 他说 恒治派弟子高云 向各位前辈师伯师兄请教 大家见他刚才上台那一首轻功 知识美妙 见得二二三篇篇 上茅又好 都不禁喝了一声彩 那个武官看得傻了 哪里还顾得到去搜查刺客 跟着有个少年跳上台 他说 偎治派弟子张福龙请高师姐指教 高云说 张师兄不必客气 讲完 右脚半吨 左脚前身 右手樊掌 左手反勾 正是樊权出手的第一招 出世跨虎西岳全 张福龙提膝回樊亮掌 就认他一招商阳登之脚独愿 那么两个人各自施展本门拳招就斗起来 斗了二十几个回合 高云洗一招回头望远奉展刺 撲步两掌 一掌就将张福龙击了下台 那名武官见到大声叫好 好猛的嘛 洗得啊洗得啊 这样 这下面又有名壮汉跳上台 说了几句客气话 就和高云动手 这一次呢 他说高云输了 被那个壮汉推到达到关斗 那个武官说 哎呀可惜啊可惜啊 没兴趣再看下去 就率领官兵离开花园搜查地书 程凌素见官兵走了 这样才松回一口气 战器台之上 一个上一个落 斗到武艇 都不知道斗到什么时候 才选到掌门人出来 望望胡飞 啊 见他全神贯主地看着台上两个人搏斗 程凌素想 这两个人的拳脚打得虽然猛烈 不过不见得有什么高明啊 大哥为什么看得这么入神呢 那就叫他说 大哥 过了大半位时辰了 要快点想法子才行 再不扎针用药 就会耽误的了 胡飞误地认了一声 仍然目不转睁地望着台上 没多久 有个人输了下台 另外一个人上去就跟赢过的人比武 说是同门比较武艺 但是搏斗那两个人啊 必定是不同支派的门徒 虽然就不是拼命 但是胜负呢 就关系到本支派的荣誉 所以各人都是全力以赴的 这个时候 门内高手还没上场 现在上台这些人呢 也不是真的想着能够做得到掌援人的 不过华权们五个支派向来明争暗斗 就趁这个机会 以往互相有什么过节的 就在台上好好地打他一场交 因此拳来脚去 确实是热闹 程灵素 见到胡飞似乎看得傻了 他心想 大哥天生出来 喜欢武功 一见人比武 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就用手轻轻推入他背脊 大哥 现在情势紧逼 我们冲出去再说 这些人都是武林之中的好汉 跟他们讲讲江湖意气 看来 他们也怕未必会去稳布官府的 胡飞拧拧头 第二些事就怕得 福大上的事 他们怎么能够不讲 这个只是他们立功的良机来的 不如这样吧大哥 我们冲一冲险 就在这一处和马姑娘用药 不过天光大白的时候 留在这些树 什么实会被人知道的 胡飞又是 不敢认了一声 仍然目不转睛 看着台上两个人比武 程灵素叹了口气说 唉 等会救不了马姑娘 你就不要怪我一下 胡飞忽然说 好 虽然看不全一 也就冒险试一试了 大哥 你说什么话 我要去抢西岳华权的掌援人来做 天公保佑 如果成功 他们就会听我号令 程灵素明白了 好欢喜 他一尾这样摇他的手 大哥 这些人怎么打得过你 一定成功 一定成功的 异样我一定要使他们的权法 唉 杀时之间 哪里记得这么多呢 对付这些容裁都还可以 等会高手一上台 我这几下权法实不顶用 飞穿不不可 他们如果知道我不是本门弟子 就算我赢了也不肯推他我做掌援人的 说到这里 不禁又想起袁紫衣 袁紫衣 跌了下台 台下的有个人骂了 叉叉你一落手这么重的 这个有个人骂回头 玉手还有什么轻重的 你有本事就上去打雷台一笨 好啊 我们两个较量一下 那就无谓了 我不是你十八代后保掌援人的对手 不敢跟你老人家过招了 看到这里 胡飞站起身 对陈明素说 等会儿如果到了时辰 我还不能够抢到掌援人呢 你就在这里和马姑娘扎针用约 我就走一步算一步吧 讲完 拿起那个圣基的汉子包面的黄布 包着自己的面 陈明素 嗯 这样认了一声 微微笑地说 人家是九家半总掌援 难道你真的连一家都做不到吗 这句话出口 他立刻就很后悔 哎呀我为什么总是念念不忘地想着袁姑娘 又不断地提醒大哥 搞得他都念念不忘 只见胡飞昂昂然地走出去 看着他的背影 情零素又想 我就算是不提醒他 难道他就会不记得了吗 只见胡飞大踏步地走去汽台 自己的心不禁又甜蜜事 又心酸 胡飞刚刚走到台边 就见到有个人抢先跳上台 这个人正是刚刚才跟人家吵架那个大汉 胡飞想 等到这两个人分出胜败 又要浪费很多时间的了 丹角多了一会儿 马姑娘又多了一分危险 不是啦 这样一想 这一刻飞身跳起 就在半空中拿着那个汉子的背心 他说 师兄 麻烦你等一会儿 给我先啦 胡飞拿这一下 那是施展了家传大琴拿手 一拿就已经点了他的根肅月和神道月 这个大汉虽然生得身躯粗壮 这时就动不得其正了 胡飞跳了上台 顺手一辉 就将那个大汉扔了到台下 刚刚使他安安稳稳 坐落一张空椅里面 他这一下 突如其来 显示了一手上乘武功 台下的人都十分惊奇 有成半人都站起了身 但是他面呢 就用一块黄布包着的 看不清楚他的面目 也不知道他是老啊 还是乱 不过见他背后 拖着一条乌珠珠珠 油光闪闪的大边 显现得年纪就不大 那么年轻就有这样的功力 台下那些越来见多释绑的高手 就越觉得奇怪 胡飞向台上那个人抱拳行礼 他说天字派弟子晴灵湖 请师兄指教 晴灵宿的假山后面听得很清楚 听他自称晴灵湖 忍不住眉眉一笑 但是立刻就觉得心酸 如果他真是我的亲大哥 那就少了很多烦恼了 台上那个人见胡飞 这么威猛的声势 心就已经怯了先 就恭恭敬敬地还礼 说小弟学艺不精 还要请程师兄手下留情 好话好话 于是不客气 右脚半吨 左脚前身 右手横掌 左手反勾 正是华拳中出手的第一招 出世跨苦西岳泉 那个人转身提失身掌 认他的招白元偷逃拜天庭 这招是首多于功 保住自己先 胡飞撲步劈掌 出一招吾黄士剑劈肉砖 那个人仍然是不敢对攻 只是洗一招 切身倒步一流烟 胡飞又不愿意 跟他浪费这么多时间 就洗邪身拦门插铁衫 那个人见他权势沉猛 随手一架 胡飞手上的耐力 一收一放 就将他轻轻地推了下台 忽然间 听见台下一声怒吼 才被胡飞踏低那名大汉 跳了上台 叉叉叉就好聂啊 胡飞又抢上一步 洗一招金铬展翅亭中站 双臂打横伸展 哈 那个大汉 竟然无法只在台口站住 被胡飞的手力一逼 又踏回到台 这次 胡飞是生气 说话太过没礼貌 就使了三分力 只听见一声 那个大汉 那个大汉责任了台下两张椅 胡飞连气打败了两个人之后 台下的人就纷纷交头接耳 都向天字派的弟子探问一下这个是谁的徒弟 但是天字派的弟子没有过知道 魏字派有个前辈说 这个人本门的武功不纯 显然是戴藝投师 十至八九是基老三新收的徒弟 成字派有个老人就说 基老三那就不对了 他派一个戴藝投师的徒弟 来争取掌门人的位置 也就是说本门的武功不行 原来那个所谓基老三 就是天字派的支掌 他的武功在西岳华权门之中 算得上第一 不过十年前两只脚坦了 现在虽然行走不变 但是他的威名仍然很大 同门师兄弟都怕他三分 大家见这个天字派的晴宁胡武功这么小 而基老三派来的子基晓峰 始终都没曾露面 都以为他就是基老三的门徒 这处的人 哪里知道基晓峰 早就被胡飞点中了月道 躺在架山后面就不动了 那个基老三因为他武功一强 为人就不免有点骄傲 对同门他一个都没看在眼内 商国瘫痪之后就闭门借客 还有新武功都传给他儿子 这次华权门五个支派的好手都聚在北京 又凭武功高低来订掌门 基晓峰对这个掌门人的位置自在必得 他的武功已经及得上他父亲的九成了 但是性格远远不及父亲那么光明磊落 他一来到就静静地躲在架山后面 想看明看白各个对手的虚实 然后出来一击而中 谁知阴错阳差就被胡飞制住 他还以为是第二个支派的阴谋 暗中埋伏的高手来对付自己 刚才他跟对手只拆了几招 就被敌人点中了月道 一身的武功完全没有机会施展 那父亲用自己的全盘计划 稍时间就赴于东楼 我心里生气到极点 只是望能够上台去再和胡飞盘个你死我活 他一路听着胡飞在台上 中国个支派的好手 一个一个打了下台 看来再没人能够将他制服了 于是加紧运气 想快点冲开月道 使得手脚快点能够自由动动 但是胡飞的点月功夫乃是早传绝技 基晓峰所学的和他的完全不同 就算基晓峰平心静气地运用耐力 你缺不能够自己解开给胡飞点了个月道 何况现在他还发愕 急急 夹硬来 那怎么可以的呢 他一轮强运耐力之后 突然间 气入错了 当堂云低 因为基路三所练的功夫就过于光猛凶狠 谁知是跳级急进 终于在助攻的时候走火入魔 搞到双脚坦了 基晓峰现在重蹈他父亲的腹切 他的危险法比父亲更重要当时 情令所谓全神观珠 看着胡飞在气台上和别人比武 只见他一招一拾 果然全部都是新学来的西岳华权 他心里很佩服他这个大哥 在这么短时间 看别人拆解过招 就把招式繁复的西岳华权学会了 就在这个时候 忽然听见身边那个大汉伸淫了一声 那些声音很古怪的 情令宋转转头看看 只见他眉上双眼 舌头伸了出去嘴外面 已经被牙咬到鲜血淋来了 就身打阵 好像发冷那样 情令宋知道他是用耐力 硬来冲月道 走了火 鼓坏了气 这时候如果不够他 重则心神错乱 疯癫发狂 轻则肢体残废 武功全塞 他想 我们跟他无冤无仇 何必为了救一个人 反而害一个人 于是他拿出金针 在他的脸犬 天突 奇门 大黄四处月道 就扎了针 过了一阵 季晓峰慢慢醒了 看到情令宋正在帮自己扎针 就低声说 多谢姑娘 情令宋做了个手势 叫他不要出声 这个时候 只听见胡飞在台上高声地说 掌门的位置 不必及早定下来 好像现在这样斗下去 斗到何时才有结果呢 各位师伯师叔 师兄师弟 愿意指教的 即管三四位同时上台 弟子如果输了 决无怨言 大家听 都想这个年轻 真的狂妄了 那本来一个人不敢上台的呢 你这时候纷纷联手上台来比武 其实胡飞新学来的招数 究竟是很有限的 再斗下去 势必露出破绽 现在跟几个人一起打 就可以取巧 在混战之中 旁人又不容易看出来的嘛 而且还有 是这样车轮战斗下去呢 自己就算是耐力充倍 打下去终归会力尽 而抢救马春花是刻不容换的 所以非速战速决不可 话说胡飞吹动掌力 转弹之间又打了几个人下台 西岳华权门的五派弟子之中 天字派的弟子都以为他是奉了记支掌的命令来的 因此没有人上台跟他交手 其余四个支派的少壮强手 全部都输了给他 至于一般的名宿高手 想着自己没有什么必性的把握 为了固存几十年的名声 谁都不肯上去挑战 后来 毅字派 成字派 恒字派 三派当中 各出一名权术最精的壮年好手 联手上台 但是打了十几个回合之后 还是输了 敢一例 四派前辈的名宿青年弟子 人人都面面相须 谁都不敢停身上台了 各位 欲之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拜拜